哈囉,我是SK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一年一度的Steam秋季特賣會 來啦 不知道大家想買什麼遊戲 太多了 不知道買什麼齁 所以這次我就想說幫大家整理 有哪些遊戲算是你值得買的 畢竟有時候就是一股衝動 想要玩的遊戲死等活等 就是不趕緊特價 所以大多數在Steam滯留許久的玩家 都會想要在特賣會出來的時候 把他當成週年期一樣 好好掃他一波 所以今天就要來跟大家聊聊 有哪些遊戲降到歷史新低 你錯過可能下播就沒有的遊戲 不過開始介紹之前 還是要跟大家提到 我每次遇到特賣會之前 都一定會找一些便宜買遊戲 要不然就是便宜優惠的方法 因為我在網路上大多數都是說 VISA卡買特賣的遊戲 就是很簡單的掏卡輸入 結帳按下去就沒有事了 這張VISA中心預期卡 好處就是會給你三倍的紅利點數 點數拿來自用或是送禮 其實都蠻好的 重點是如果回饋夠多 也是可以拿去換現金 各有所需 就看你需要什麼就換什麼 當然如果你是本來就有在用 VISA跟OFFGAMERS 現在這兩家也是我在做活動 好像是會多折5%的回饋吧 有興趣可以去我資訊欄的連結看一看 首先第一款 騎士精神2 這款在Steam平台 評價數是有15000多折的 81%極度好評 它是一款多人砍殺遊戲 戰場上面會有64名不同的玩家 大家各自拿不同的冷命器開戰 你可以從四個職業 12種副業 嘗試各種不同的玩法跟戰鬥風格 重點是武器都有各自不同的技巧 有的本事就自帶格檔不用帶盾 有的帶破盾的技巧 有一陣子蠻多實況主很愛玩 玩起來又很搞笑 特別是老皮的精華更是該看 我做這片的時候 一打開老皮的精華 我就看完了 總之這片是達了50%折扣 價格是300有找 絕對是值得你買的一款遊戲 第二款 廖天釘 攜帶兇者一次最期 它是一款台灣國產的2D橫版動作冒險遊戲 遊戲的名稱就很明顯 講的就是我們小時候 有熱播一陣子的廖天釘 民間故事 這次他們的呈現方式比較特別 是採用類似漫畫的風格 搭配簡單的配音 讓我們能夠體會到當時故事的發展 我自己覺得最棒的點是 戰鬥的時候 配上遊戲帶有本土風味的背景音樂 玩起來超級超級帶感 特別是《西螺拳師》那一段 是我最喜歡的部分 在台灣本土的遊戲 可以稱得上是神作之一 這次邱特是只賣200油棗 非常值得大家花點時間去體驗一下 第三款 《消失的光芒2》 這款遊戲以前叫做《垂死之光》 後來官方為了要統一名字 所以就把它直接中文直翻 遊戲常常會推出各種不同的 喪屍砍殺遊戲 這款是我早期很喜歡的其中一款 因為它是把喪屍跟跑酷整個融合 實現你能用不同的技巧 躲過追擊的爽感 必定一般跑酷這件事情 在國外是很常見的運動 台灣並沒有這麼多的高矮建築 可以實現這件事情 所以在遊戲裡面可以做到 我自己是覺得蠻爽的 二代比起一代來說 地圖是整個大了四倍 概念核心是在跑酷 不過這一代是多增加了 飛行專有的滑翔翼 所以很多高處都可以利用這個優勢 飛到最高點 增加許多探索的自由性 雖然它是第一人車 但是二代比起一代來說 整個搖晃的程度優化了不少 所以也有不少人說 一代會暈二代就變得不會暈了 總之整體來說 當時PC手衝的玩家 有提到有很多的BUG 過沒幾天才把它慢慢解掉 價錢目前是895塊錢 我覺得算是優質 值得你購買的好遊戲 第四款高潭騎士 哇 遊戲十月上市 現在就直接打了40%的折扣 雖然華大兄弟在先前就已經有耳聞 遊戲在他們的領域並不是強項 但是怎麼快打折 都不會覺得會得罪那些手衝的玩家嗎 結果我才剛才講 就看到有一位玩接近15小時的朋友 憤怒猶言 高潭騎士本身的劇情架構 以及他的遊戲 都有3A級的大作水準 但是因為戰鬥方面的設計 以及傷害給予的標準 並不太理想 再加上打寶刷裝的機制 讓人想到漫威復仇者那一套 所以讓許多人在玩的時候 體驗也是打了很大的折扣 不過如果你是本身就很喜歡 蝙蝠俠宇宙的人 看看劇情的呈現以及細節 他還算是蠻不錯的一款遊戲 現在價格是跟銷售的光芒2一樣 只要894塊錢 有喜歡DC英雄 依然可以試試看 第五款漫威星際異攻隊 不要看到漫威或是S14 就覺得他是累作 這款漫威西境異攻隊 可以說是A-DOS Montreal 被賣掉之前所產生出來的一款神作 他誕生的時間就比較尷尬 還沒審給S14看就離開了公司 當初漫威系列 被漫威復仇者聯盟這款遊戲 搞到大家都在觀望異異攻隊 最後他的成績如何呢? 答案是根本神作 在Steam的評論 累積快18折的90%極度好評 遊戲裡面的星爵跟隊友 雖然臉魔跟電影不一樣 會讓玩家有點不太習慣 但他們在遊戲裡面的互動 是完全呈現這個IP的核心 該嘴的就嘴 該泡的就泡 你還可以選擇要怎麼樣嗆隊友 這款也是這次秋季 我想買的其中一款 價格是626新台幣 比上次800度還要低得不少 這次是時候該體驗一下嘴炮的威力了 第二款 奇娜 靈魂之橋 遊戲大獎最近還蠻紅的 靈魂之橋在先前就有得過 最佳美術設計跟最佳獨立遊戲獎 而且我個人覺得 它拿的是實至名歸 它是一款動作冒險遊戲 你會扮演一名叫做奇娜的少女 使用法杖丟出各式各樣不同的魔法 戰鬥可以用近戰 也可以用遠程 如果有人想要打你的話 也可以瞬間格擋 場景設計會有許多的小量解明 加上音樂的舒服感 斧鈴的可愛 整體來說是一款很舒服的遊戲 你要我說它的缺點的話 那就是時間不夠長 我打完是那種很安扣的程度 如果能推出D遊戲的話 我個人還是蠻願意買的 現在這款是打了50%的284新台幣 喜歡動作冒險 加上解明的朋友可以試試看 第七款惡靈古堡7 惡靈古堡雖然改成第一人稱 有些人不太喜歡 但喜歡的我個人還是選七代跟八代 這兩代還蠻經典的 特別八代前陣子才推出了弱十字印 所以熱度我個人是覺得還挺高的 雖然沒有早期那些英雄人物有點可惜 但是這兩代對我來說還算是蠻經典的 我們會以Eason收到老婆Mia 被綁到一個不知名的貝殼農場 希望可以到場去拯救他 但是真的見到老婆之後 不知道為啥他有點消消的 有時候還會突然變得很可怕 所以就變成我們要在這種各種不得已的情況下 把貝殼家族殺光 然後老婆也帶離開這裡 這代目前是250有找 我覺得如果你是有喜歡八代的朋友 也是有不少人先玩過後面 然後再玩前面的案例 值得花時間補一下 第八款女神一文入武亂戰 魅影公首 有時候一款遊戲你覺得很好玩 沒有繼續玩他往後的故事 整個會讓你覺得很難受 這次魅影公首講的就是 主角離開東京半年後的暑假 貝殼團約好要一起出去旅行 結果就沒想到 這段時間發生許多次的悔改事件 導致有些人會開始對某些人無條件的奉獻 這也讓他們逼不得已繼續展開冒險 當時這款遊戲要出之前 就有很多人講說 女神5不適合做無雙 結果也是沒想到 這片也不無雙 走的是比較偏向ARPC的玩法 只是怪物多了一點 玩起來依然有P5獨特的介面 華麗的特效等 都讓這款遊戲保持很高度的品障 這片目前是史低到716塊錢 也是我有在考慮進場的一款遊戲 到時候遊戲公裝期的時候 也會把它跟P5一起補掉 第九款怪物列車 這款算是卡牌系列的神作之一 因為還有更神的 所以我覺得 並不能把它講得太厲害 怪物列車它是一款卡牌遊戲 最主要的玩法就是 你是坐列車的王子 列車上面會有分三層 車子上面會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要打爆最上層的星火 火爆快的話我們就輸了 結果這麼簡單 敵人會從最下面那層開始衝進來 一回合過去就會開始往上面衝 然後卡牌裡面 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搭配方法 利用氏族 也就是種族的概念 造出各種不同的view來打爆敵人 當初這款我也是有買 但是我忘記因為什麼緣故 沒有繼續玩下去 印象是因為私事 這款現在是94塊錢的卡牌遊戲 而且是連行銷都沒打 就有接近一萬五的好評率 我覺得你是本來就有在玩卡牌遊戲的話 這款絕對是可以買的 第十款人中之龍的七 光與暗的去向 大多數聽到人中之龍 都會想到這系列是不是還要補錢賺 因為如果我對這個系列不熟 早就有耳聞他確實是要補錢賺沒有錯 不過七代是比較特別 它是一款全新的故事 我還記得當初推出一個新角色 也是沒有很多人看好 覺得這款應該是不會賣到多好 就也是沒想到整個回想還蠻厲害的 再加上到時候八代也是以七代接續下去 所以在遊戲推出之前 我個人還是值得你玩一下 這次的故事講的是純一番 還有許多全新的角色 七代強就是強在 他把每個人的故事講得都很清楚 不會有太多太多的問題 但加上戰鬥 我們可以選各自不同的職業 例如你的相龍子 想要讓他當夜店女王 他就可以當夜店女王 想要他當媽媽桑 也是沒有問題 每個角色會因為職業的關係 戰鬥跟整個造型都會變得有點不一樣 這是我覺得還不錯的地方 這次價格是降到了600不到 如果你是本來就是Steam專屬的玩家 又想要嘗試了解人龍系列的人 這款全新的故事值得你入坑 OK那今天的Steam 球技推薦 就讓我們結束囉 這次的球技特賣有不少遊戲 有打中我的 有些遊戲我是想花點時間私下來補一下 好讓大家可以在我這邊知道他的好壞 當然因為打折的遊戲很多 我的推薦有可能會漏掉你想要玩的那一款 大家都可以在留言區分享你想要玩的那款遊戲 那要感謝大家把影片看到最後 離開前不要忘記幫我點個讚 分享出去 或許你身邊的朋友 也是還在想說球技特賣 要買什麼遊戲呢 都可以分享這部影片給他喔 我是SKY,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 我們會在一起 我們一下 我們有個影片 不會吧 我們下一個影片 那我們 臣也要找得 另外一個影片 感谢观看